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紧接着一个声音骂骂咧咧从别墅里传了出来 这是我和邓立军的地方 不准你们骚扰 赶紧走 楼下的记者们抬头一看 一个金发碧眼的瘦高男子 红着眼睛冲着这些不速之客怒吼着 1996年距离邓立军去世已经快一年了 按理说别墅里不应该还有人住 那么这个外国人他哪儿来的 他又是谁呢 这个外国人就是照片上这个戴着墨镜 自从邓立军去世以后 他就闷在别墅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门 邓家人都劝他 离开这里吧 他也不听 当时邓立军已经去世快一年了 他依然还是老样子 这个外国人不是别人 他就是邓立军的最后一个男朋友 斯蒂芬保罗 你也从保罗与邓立军的合影中看得出来 保罗比邓立军年轻很多 没错 保罗比邓立军小了十四岁 他们两人相识时 邓立军三十六岁 保罗二十二岁 有人说保罗配不上邓立军 因为从年龄 从国籍 从社会地位 从性格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 两个人完全像是两个世界的人 比如说邓立军为人慷慨大方 吃完饭给服务生的小费都有二百法郎 可刚刚踏足社会的保罗经济比较拮据 他根本不能理解邓立军的这种做法 每当这时他会在众目睽睽之下 把二百法郎取回去 然后掏出十法郎的硬币 丢回桌子上当小费 再比如说 他们在泰国清迈度假时 性格暴躁的保罗 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 冲着酒店的服务人员大发脾气 可邓立军对待任何人都和蔼可亲 温柔有加 每次保罗冲服务员发完脾气后 邓立军的心里都会特别过意不去 他会主动出来替保罗道歉 这样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为什么会走到一起呢 1990年的春天 法国一间普通的餐厅里烛光摇曳 其中一张餐桌上气氛相当热烈 主角是几个音乐人 邓立军就坐在这张餐桌的一头 清爽的短发 眼光明亮 接下来几杯红酒过后 邓立军的脸盘像桃花一般的红人 他一边和大伙嘻嘻哈哈聊天 但与此同时他的目光 却早已经被桌上一个拿着照相机 不停摆那年轻人吸引走了 这个人就是保罗 这个年轻人就是保罗 他是邓立军录音团队中一个吉他手的朋友 偶尔来录音棚探班 保罗的眼睛干净而纯粹 是个金发碧眼的小帅哥 在众人面前 保罗总是一副害怕打扰到别人的样子 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边 鼓到自己的照相机 安静帅气的模样 很招人喜欢 以至于邓立军第一眼看到保罗时 目光便不自觉地追随他而去了 这一次的晚餐对邓立军来说是一个进一步接触保罗的好时机 以往邓立军在众人面前总是表现得端庄大方 这一天有点不一样 他不时地瞧眼独自摆弄相机的保罗 然后趁着等待甜点的空档 他突然雀跃地又有些羞涩地跑到保罗身边 嘀嘀咕咕说了几句话 说完了又有一脸得意地跑回了自己的座位 可坐在座位上的邓立军好像坐不住死了 眼睛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到保罗那 没多久他又起身跑到保罗那 还是一阵底底不顾 当甜点终于端上桌子的时候 邓立军这才踏踏实实坐下来吃饭 他脸上的兴奋却收敛不住 因为他刚刚要到了保罗的联系方式 当时参加晚宴的陵墓张黛小姐 是邓立军的音乐制作兼归中立友 他目睹了邓立军当时的一举一动 以陵墓对邓立军的了解 很早就出道的邓立军 青春期没有和同龄的男孩相处过 谈起恋爱来是笨笨的 遇到喜欢的男孩也只会很客气地绷着脸 可这一次邓立军却如此反常 怎么回去呢 还没等陵墓反应过来 邓立军便悄悄对陵墓说 保罗他长得真帅 不知道可不可以做他的女朋友 话一出口 陵墓震惊了 保罗虽然长得很帅 可他只是还是一个业余摄影师 各个方面和邓立军差得太多了 陵墓很严肃劝说邓立军不要瞎想 但是任凭朋友怎么阻止 邓立军似乎并不在意 他的眼睛又飘飘忽忽地追随保罗去 这一张是邓立军来到法国以后 在塞纳河边拍摄的照片 照片中的邓立军便有一番风韵 如果您仔细看这张照片的话 您会发现邓立军的眼神中 似乎还带了一点点的羞涩 原因就是镜头后边 那个为他拍照的人就是保护 那天完颜以后 邓立军这心力就再也放不下保罗 为了多和保罗接触 也是为了帮助保罗实现他做摄影师的梦想 邓立军邀请保罗担任自己的专属摄影师 从此以后邓立军的照片 几乎都是保罗为他拍摄的 保罗第一次为邓立军拍照那天 见惯了大场面的邓立军羞涩紧张起来 甚至连顿作表情都不知道怎么摆才好 这个时候一向很安静的保罗却活泼起来 他生龙活虎地带动邓立军摆出这样那样的姿势 很快 氛围便活跃了起来 那时的邓立军通过镜头迷恋着镜头后面的保罗 而他的眼睛因为爱情散发出来的光芒令人着迷 也让保罗久久难以忘怀 两个人的眼神交回在镜头中 刹那间他们的心中再也没有其他人 保罗后来说自己爱上邓立军的那一瞬间 是他的眼睛透过镜头凝视自己的那一刻 那种眼神就像穿越了镜片 直接闯入他的脑海中 那时保罗对中国的歌曲并不了解 他并不知道这个主动邀请他来为自己拍照的女人 有多么大的铭记 他只知道他心动了 爱情就是这样 悄然蔓延 这是邓立军在他短短42年生命中 唯一一次主动追求的爱 以此春节之行 保罗在邓家承受了怎样的待遇 一张保罗随身携带的字条 隐藏着这段爱情背后 一个怎样的秘密 这是保罗在邓立军去世三年后 接受香港媒体采访的一段故事 保罗口征的他们指的就是邓立军的家人 这是1992年春节 邓立军带着保罗回台北过年时拍摄的录像 2月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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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日 在二哥家里 准备吃年夜饭 影像中邓家人 其乐融融地 围在一起吃年夜饭 手持摄影机的保罗 拍下了这些珍贵画面 此时的保罗 虽然在餐桌上也有一个位置 可对他来说 那年的春节并不好过 而对于这一点 邓丽君的三哥说 邓丽君的五弟则回答 有没有别的事情 朋友也谈不上 虽然说邓家仁对保罗 并没有明确反对 但也很明显 邓家仁对邓丽君 这个外国小男友 并不满意 回顾邓丽君的恋爱时 我们发现 初恋是马来西亚的负伤 成龙不必说了 影谈大哥级的人物 最让邓丽君刻骨铭心的爱人 郭孔诚 也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富商 可是邓丽君这回 为什么会主动追求保罗 这样一个年龄相差极大 没钱没地位 性格也不是特别好的人呢 我们来听一听邓丽君 在法国的好友 沈云女士的回忆录音 他认诚他根本不知道 他是一个这么出名的歌星 他喜欢的并不是因为 他是一个天皇巨星 社会地位这么高 完全没有这个色 而且他跟他相处的 就非常的很 让他感觉到自己 就是一个很被喜爱的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女孩 所以他就 我觉得他当时很有幸福感 后来人家很多传的 就说那个男的怎么不好 我觉得全真的没有对 真的一点都没有那个事 他跟那个男朋友 虽然是用那个英语讲对话 可是经常也把那个法语 也夹在里面一起说 我当时看见他们两个人 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很开心 邓丽君好友的回答 道出了邓丽君在名利场上 摸爬滚打了数十年之后 想要真正拥有的东西 不是门当户腿 不是轰轰烈烈 而是一份平淡的爱情 可在保罗之前 一份平凡的爱情 对邓丽君而言 是渴望而不可及的 在邓丽君29岁的时候 与马来西亚扑上郭孔冲的爱情 本可以有着童话般的结局 可是当他们即将步入结婚殿堂之时 郭家却向邓丽君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 他们要邓丽君交代清以前的历史 第二 要他不再做歌手 第三 结婚后不准与演艺界的异性来往 这三个条件很不动听 说白了 就是看不起邓丽君的职业 这样的婚姻充满了太多的名利 也充满了太多的屈辱 不要也罢 婚约就这样取消了 可是这场爱情 却在给邓丽君一生难以抹平的伤体 甚至让他失去了一个女人 爱美的贴心 一向以温柔美丽诗人的邓丽君 在1986年 也就是与郭孔城取消婚约的三年后 邓丽君剪掉了他的一头绣发 像个假小子一样剪了一个短发 当时有人就纳闷 干嘛剪这个头啊 不符合你的风格啊 邓丽君回答说 有朋友告诉我 刘皮肩长发 穿显露女性曲线的服装 是取悦男人的流行时尚 应该改一改 俗话说 女为悦己者容 邓丽君并不是女权主 可是当剪断长发的那一刻 或许他对爱情 对婚姻 就已经不抱任何奢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不是颜值红纷 和颜值的伤痕 我心的心里 流失了多少迷气 你一步的谎言 偿还你借口 我不会去当追 邓丽君本来追求的是一份 普通的婚姻 简单的爱情 可是这份充满着名利之争的爱情 让他满身疲惫 此时的邓丽君已经对婚姻不再奢求 把心专注放在了事业上 也不算能散任戏 明天一去到心里连任戏 也可以不留一遍遗失 但不要用偿还这几口 再让我伤心 与郭孔城取消婚约之后 邓丽君凭借淡淡悠情 这张古典韵味的专辑 登上了他歌唱事业的巅峰 无人屠上心 愿 寂寞无同 是意所轻轻 简不断 离海门 是一种 别有一半 心到 简不断 离海门 从1982年取消婚约 到1989年认识保罗的七年间 邓丽君拥有了数不尽的 财富 在歌谈上 也达到几乎无人能及的地位 可就在这七年间 邓丽君再也没有谈过恋爱 甚至变得虚弱 苍老 随着年纪的增长 邓丽君的肾脏不再健康 身体渐渐虚弱 由于腰部无法用力 邓丽君改变了唱法 也尽量不再开大型演唱会 他的事业到了一个无法突破的顶点 此时的邓丽君已经到了年尽不惑的岁数 他不想再这样无休无止地忙碌下去 他觉得似乎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 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了 我想把往事 我把鱼寄给你 往事或许有多少 值得你便指挥你 那把鱼来去匆忙 为此向我告别经历去 留给我 往事无所 邓丽君年少成名 大风大浪里过来 生活从来没有平静过 此刻的他 最想要的 其实就是一份平静的生活 他迫切地想要去一个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地方 邓丽君选择了法国 一个富有艺术气息 节奏缓慢的国家 只是选择法国的时候 邓丽君没有想过 自己会在这片 充满着浪漫气息的国度里 收获了一份平凡的爱情 拉曼的法式餐厅 是恋人约会的好地方 邓丽君和保罗 这对亲密姐弟恋 经常大大方方的 在这儿约会谈戏 热恋中的人 表达爱意的方式千奇百怪 保罗和邓丽君 也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手中这张纸条 是保罗和邓丽君一起 就餐时 保罗写给邓丽君的 这张纸条不是原件 原件保罗一直随身带着 即便是在邓丽君去世以后 他也舍不得扔掉 由于时间长了 放在口袋里边经常摩擦 这纸条都破了一个窟窿 我们来看看上边 都写了什么 这是保罗的笔记 用法文写的 意思是我的爱人 我永远爱你 亲爱的Titi Titi就是邓丽君的英文名所写 五年来 两人之间这样的纸条不计其数 上面全都是甜蜜蜜的情话 也就是保罗为邓丽君 写的这些数不清的小纸条 让邓丽君知道 保罗的心里只有他 他不用再害怕受到伤害 这是保罗镜头下的邓丽君 这是保罗镜头下的邓丽君 一直想邓丽君 喊着我爱你的声音 就是保罗 在这样的镜头下 和保罗的声音中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保罗对邓丽君 那份浓郁的爱 这是保罗为邓丽君 在沙滩上画上一个大大的心 两个人的爱情 就是如此毫不掩饰的张扬着 这份爱情里没有地位 没有比较 没有比较 只有简简单单的 我爱你 这段影像是1998年 在邓丽君去世三年后 保罗向媒体公布了一段录像 里面记录了邓丽君 最后五年的生活影像 可以说这些影像 展现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邓丽君 在这些影像中 我们还看到了许多 保罗为邓丽君拍摄的演出视频 半退休的这五年 他依然没有放弃他最爱的唱歌 他的唱片也一张一张的出 但是或许是改变了唱法 又或许是与欧洲的乐队磨合的不好 又或许是词曲的问题 邓丽君新出的唱片 总是反响平平 各地邀请邓丽君演出时 也往往总是要他唱老歌 在邓丽君看来 自己已然成了怀旧歌手 遇到这种事 邓丽君内心果多或少 会有些失落 然而每当想起保罗 邓丽君所有的不快 都会一扫而空 因为他知道 保罗会时时刻刻关注着他 严禁不惑 邓丽君重获幸福 却因何事痛哭流涕 邓丽君 迷流之际 形影不离的保罗 为何不在身旁 这段十四岁至差的姐弟恋 背后究竟有什么隐情 究竟邓丽君那时是个什么想法呢 我们这儿有一份邓丽君已搞的影音件 上面写的这首歌词 是邓丽君隐居法国期间写下 邓丽君这一辈子都是唱别人的情 别人的人 他也期盼着有一天 能唱一唱自己的心意 最后一句是这么写的 爱情苦海任沉浮 无可奈何花落地 唯有长江水默默向东流 诗如其人 邓丽君的诗句透露了他当时的心境 年少成名 知己难寻 爱情难觅 唯有花开花谢 青春诗曲 从这首带着苦涩的诗句中 我们能够感觉到 邓丽君那时确实不快乐 难道真的如他朋友所说的 保罗只是一个伴吗 在这些模糊不清的影像中 我们看到 那时的邓丽君又留起了长发 他和保罗在世界各地游玩 两个人在沙滩上拥抱亲吻 在保罗的镜头前面 邓丽君 鬼脸 搞怪 样样不长 完全不像他一贯给人的端庄乖巧 四十岁的他在保罗面前 如同一个正直青春期的少女 恋爱中的女人就是如此 她会无缘无苦地傻笑 她会做出那些看似幼稚的举动 只是因为她的内心 完全被一个男人占据着 她恋爱了 此时的邓丽君虽然无法忘记过去的伤痛 可是人不能抱着伤痛过一辈子 伤痛过后 邓丽君在保罗身上找回了爱情 找回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快乐 保罗对邓丽君来说 不仅仅是一个伴 而是他的亲密爱者 可是这份平凡的爱情 带给邓丽君的快乐 却只有短短的五年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说即将要离去 我会迷失我自己 我会迷失我 1994年年底 邓丽君的身体 已经不适应法国寒冷的冬天 于是邓丽君和保罗来到泰国清迈 这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们 虽然这个小城信息闭塞 但是却相当的清静 很适合邓丽君调养身体 可那时他们并不知道 这将是邓丽君人生中 最后的五个月 这个时候的邓丽君 虽然逐渐淡出了大众事件 可他的歌声依然传遍了中国 日本和整个东南亚地区 在哪里见过你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已是想不起 啊 在中国大陆 邓丽君的歌已经从《谜谜之音》 成了流行的标志 他的歌曲也被许多歌手拿来竞相翻唱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了 而此时的邓丽君却一直在寻求清静度日 这是1994年12月31日 泰国清迈梅平酒店的影响 邓丽君和保罗来到清迈后 一只邓丽君的习惯 选择了这个相对安静一点的酒店 这一天 酒店举行了一场跨年舞会 舞会上的邓丽君 打扮成了东南亚女孩 唱歌跳舞和保罗一起迎接她们的第五年 那时的邓丽君 言语中对未来充满着希望 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面前的这个看起来活泼健康的邓丽君 她的生命即将定格在1995年 只要和你在一起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 这天下午三点半 保罗问邓丽君想吃什么 邓丽君回答说我想吃鸡 随后保罗就出门买吃的了 顺便还在路边买了鲜花 那时的保罗满心欢喜地 想要给病中的邓丽君一个浪漫的惊喜 可邓丽君再也感受不到 就在保罗出去四十分钟后 邓丽君在房间内出现了很响的拍门声 只见邓丽君跌跌撞撞地冲出房门 她面色发青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几个工作人员见状 一边打急救电话 一边对邓丽君进行了简单的急救 最后酒店又匆匆忙忙地把邓丽君送往最近的兰姆医院 可是送到医院时邓丽君已经没有任何生命提振了 18号邓丽君的遗体暂时肥安就在医院一间病房 当时邓丽君全身被白布盖住 只露出一双脚 走在顶床边的保罗 眼神呆滞空洞 她只是一直看着邓丽君露出那双脚 看着那双脚从粉色到没有血色 一切都太突然了 她根本不相信爱人已经不在了 就在邓丽君出事前半个多小时 保罗才回到司机酒店 得到邓丽君病危的消息后便离开赶到了这里 可一到医院就看到了已经僵硬的邓丽君 保罗顿时乱了方寸 不停地恳求医生继续抢救 可医生竭尽全力抢救了半个小时 却回天发暑 邓丽君的突然离世 不仅对保罗来说难以承受 对她的家人 对全世界的歌迷来说更是如此 追思会那天 邓丽君甜美的歌声 回答在灵堂中 我 comun ficar caught 至今 鼓励 就是 快吃 凍川 岗 口 记она 邓丽君去世后 保罗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如果他没有离开邓丽君该多好 保罗在他们曾经居住过的香港赤柱别墅中 住了一年 每天不是闷在别墅中 就是去他和邓丽君曾经到过的地方 一待就是一天 邓丽君去世三年后 也就是1998年 保罗将他与邓丽君的生活录影呈现给了观众 今天是10月1991 10月1991 每天是一个美丽的天 他说他想要世人知道 邓丽君并不是舞台上的洋娃娃 他还有另外一面 那时保罗剪掉了他的脊腰长发 也不再是那个茫茫壮壮的毛头小子 眉目中多了许多忧愁 也是第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我现在来说得了 你看着你 幸 він 我们一起在之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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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現在是好的時刻? 為何是誰? 誰能救我?